今天是5月4號星期二 現在是下午5點55分 今天是五四運動103週年的紀念 民國八年當時基於救國 愛國所謂救亡圖存 這麼一個現實迫切的幾乎可以說是 國難當頭所發起的一個屬於知識分子 與學生所帶動的這麼一個救亡圖存的 兩個口號一個是德先生一個是賽先生 不管是德先生還是賽先生 當時因為國家的肌肉不振 列強的侵略 所以整個自己的國家民族的學術傳統 沒有辦法提出來作為一個 現實因應救亡圖存的一個方案 所以有很多的知識分子覺得 用西方的民主憲政 所謂德先生來建立這個國家 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 因為中國古代並沒有像西方 那麼強大的民主憲政 的種種的一個客觀制度的建立 中國有古代有很好的民本思想 有以民為主的思想 但並不知道怎麼樣去發揮一個 民智的一個客觀制度的建構 那麼所以武士運動的德先生 他一直都是以一個西方民主憲政的 角度去取法 那麼能夠 當然也會跟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 做一種相互的協商 或者是取得一個能夠有一種融合的一種的架構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所謂民主憲政 後來在中華民國政府 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之後 所推行的兩種民主憲政的制度 那麼科學指的就是知識啟蒙 這也一樣反映了中國古代的金石子集的學問 沒有辦法 有助於現代國家建立的時候所需要的 特別是自然科學或者是物質科學 或者是英勇科學方面的客觀的知識的建立 所以統稱叫科學 但它一定就包含上面所指的內容 所以這也是一個像西方學習知識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事實上就是一個明顯的目的 所以可以說武士運動的兩個口號 都因為對照當時中國在民主建國 在知識啟蒙上的沒有辦法應對 現代世界的需要而產生 那麼走過了漫長的一百年 我們看到科學已經逐遍生根 教育普及現在的知識體系 已經不再是古代的知識體系 那麼可以講各個分工專業 學術一直傳播生根 事實上科學知識啟蒙的問題 已經在現代教育普及的這樣的一個 逐年改善的一個國家實證裡面 得到大量的一個發展 但這裡一樣有個問題就是 中國古代最精華的人文主義的思想 的那些學問 到底還有若干 或哪些能夠被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 所轉化所繼承 或者能夠幫助我們現在 有更多的應對現代所謂文明生活 這時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助援力量 這是一個很很久的問題 顯然在技術大量發展 專業知識大量發展的今天 這種學術跟教育的一個大量的 走上專業化的客觀化的獨立化的過程中 人文科學 人文精神的這種教育 它顯得是一種內在 內域內化的教育 就很難為這個功利 現實的世界所好好的萃取 這是許許多年來 一直存在的一個人文學術的危機 重點是它沒有辦法 或者很多人不認為人文學術 可以發揮大用 這個顯然就是被 現在的一個知識型裡面的 科學為主的一個心態 所強烈的主導 甚至演成科學主義 但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科學 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我覺得我自己對科學的淺見 我自己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跟傳統的學術是可以很好融合的 至少我個人是大致可以沒有問題 可以相互的連結 而民主憲政的問題 海峽兩岸走上不同的制度 那麼最終因為地理的環境 因為國際關係 因為歷史所留下的問題 或者族群的問題 或者僵域的問題 甚至有一些歷史基因發展的問題 台灣走上這個民主憲政 越來越失去了跟中國大陸連結的一個可能 這是台灣多數人的主觀願望 但這個會不會失去了一個更宏大的 恢宏的一個目標跟視野 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在1949之後的前30年 是一個可怕的災難 一個實驗的災難 但1979之後的改革開放 他們找到了一個節奏 一個層次 好像從五層次裡面 從生存生活生去 慢慢的向上發展 其實台灣也是這樣的路 但因為我們的容量 潛能太小 所以很快的我們就自認為把這個路程走完 相對大陸有龐大的土地人口 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不停的去改善 或者去提升 那個規模是非常的遠大 那麼那個進程也可以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所謂民主建國最終會不會牽涉到 這兩個地方有更好的連結 還是各自在自己的制度裡面去創造自己這個制度裡面的一個格局 我認為這都是考驗兩岸 許多人的一個智慧 當然政治家在這個地方是可以發揮遠大的一個願景 或者是一個促成若干形式的一種統合觀念 所以民主建國這個制度背後 那麼到底是一個統合的力量 或者是一個自覺的力量 統合一定有統合的一個力量 或者它的不足 但也有它所帶來的很多的不同於自覺的種種的視野 或者是一些利弊得失 那麼採取自覺 它也會影響到自覺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他們長久的發展 以及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歷史的進程所抱持的一個想法 我想這裡面終究可以用更揮詠的歷史智慧 更理性的一種態度 更相互可以尋求諒解相互溝通的一個模式 相互能夠承認對方 這麼一個統合的觀念 來去思考下一階段的民主建國這樣的一個歷史任務 這是我今天在五四這個地方所做的一個小小的反省 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會不會是汪老師所講的生命五層次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恐怕我認為才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歷史目標 就是落實在人的五層次裡頭 尋著生活生去生獨得天命 一路去開發一路去發展 所以五四的德先生賽先生 還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客觀的一個指涉 但他內在聚焦的一個核心呢 其實應該是在五層次上 生命的五層次上 尤其要能夠把所謂的德成把它顯獲出來 或者是始作生先人所講的人的字體 或者是達到孔子五十之天命的這樣的一個天人之際 這麼一個人的一個最高的一個進化的可能 這個才是在五百年五四運動 我們經過那麼多的一個百年歷史的洗禮 最終我們可以用這三個五層次的德成 始作生先生的現實、文明、人或者自然 這個三層次的字體 以及孔子五十之天命裡面所講的這種天人之際 人跟天命之間的一種深刻的一種的關係 來作為人生價值高低的一個區別 或者生命意義的一個輕重的一個判準 那麼這個可以放在人際關係 在五輪的關係裡頭 在社群、在組織企業、在生態、在自然、在地球 就窮尖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核心的觀點 我覺得上述三個指標 都是我目前想到可以作為 這麼樣的一個五四百年的一個最後的 理想的沒有達到的一個可以永遠去追求 而又沒有辦法永遠追求完的 這樣的一個人性的一個最高的發展 也是人生最高的意義的發展 這是今天五四運動一百年 我個人所做的一個小小的感想 那今天在學校上了李安的電影一系列 三十年四部電影的一個討論 這個專題 那我覺得李安 她也就是在個人的一個電影的專業上 去做了這樣的一個知識啟蒙 無窮盡的一個在電影藝術技術上的一個 表達的一個無窮 無窮止盡的一個不停的一個表達的一個追求 極致的一個限度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麼她也有一個所謂美學式的一個心靈 所啟動她的一個對電影的一個 所捕捉的從電影這個藝術裡面去捕捉 她裡面輝紅或者無邊的一個所謂美學的想像 那麼當然還有一個現實電影工業的分工 組織一個領導的這個電影這個行業 所帶來的一種創新的模式 以及她對世人的影響 這種周邊的條件 那麼最終還有一個就是她成為一個自己生命 最終及完成的一個信念 所要去完成的一個生命的最終的字體 那我想舉李安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她30年來14部的電影 尤其最後的10年做了許多電影技術 或者美學視覺上面的一個創新的一個極致的追求 那麼以一個最高的技術規格來 試著去看到電影所能夠看到最真實的人的自我是什麼 也就是能夠人的字體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李安其實在電影這個行業 就如同很多的各行各業的學者或者科學家或者一些工作者 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生的幾個項度的追求 那麼李安其實也是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示範者 那麼我希望從李安的角度可以橫跨到各個領域 各種學科專家 他們基本上都不能夠脫離這樣的一個範疇 那我覺得如果還有一個百年中國武士未盡之夜 那應該是重新好好的解釋孔子儒家的一個學術傳統 那麼他所帶來的一個很深厚的歷史文化的根源的一個意涵 那麼這樣的從這樣的一個孔子儒家的文化結構裡面的深層意涵裡面 來走出一個影響現在文明的一個不斷演進發展中 作為過去跟現在不停對話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對象 或者一個基礎 那我覺得錢穆先生的一輩子所做的一個對中國文化的詮釋 對中國歷史的詮釋 對中國學術思想的詮釋 尤其對孔子儒家的詮釋 他的論語心結 他的孔學 無疑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示範之一 也是一個無比豐富的資產 那麼當代儒家還有好幾個人物 他們都有在他們的學術上 不隨著五四這樣的一個口號而起舞 他們都有一個很深層的對於中國哲學 中國歷史中國學術思想 有一個很深層的一個解釋 有一個非常對古代 在哲人 哲學傳統或者學術傳統的一個很忠實的 充分的理解 以及不停的轉述 然後跟現代世界來接軌 那這個都是 我認為是當代 在五四運動 這個學術的一個知識型 在百年之後重新反省的時候 我們應該給上述 這些當代新儒學 廣義的這些 新讀家的這些人物們 不管是哪一代他們在傳統文化 所詮釋上 所帶來的這樣的一個哲學智慧 或者人生宇宙的最高的智慧 給予一個相對更高的一個肯定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五四百年運動 我個人所反省的一個結果